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让我们一起来读 约伯记第23章 约伯记第23章 约伯回答说 如今我的哀告还算违背你 我的责罚比我的哀哼还重 我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 能到他的台前 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臣名 满口辩白 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 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 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 必不这样 他必理会我 在他那里 政治人可以与他辩论 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 只是我往前行 他不在那里 往后退 也不能见他 他在左边行事 我却不能看见 在右边隐藏 我也不能见他 然而 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金金 我脚追随他的步履 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 他嘴唇的命令 我未曾背弃 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 过于我虚用的饮食 只是他心智已定 谁能使他转意呢 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 他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 这类的事他还有许多 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慌 我思念这事便去怕他 神使我丧胆 全能者使我惊慌 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 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我们刚刚读完的 叶博集第23章 23章里面主要的内容是讲到 寻求神跟选择神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的去思考 第一呢就是 叶博在23章的三节 他这么说 我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 能到他的台前 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呢 叶博已经失去了好多好多的东西 但他没有把这些所失去的东西 再三地提出来 那很特别的就是 反而他想知道 在哪里可以寻见神 因为他认为神的同在 已经离开了他 神的恩宠已经离开了他 所以他发出的问题 就是要到哪里去寻见神呢 这也是我们 常常要去思想的 我们要知道 耶稣是我们一切的答案 那人要寻找神 要在无论任何的环境 无论环境是如何的变化 那神述藏我们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我们去寻求祂 所以我们无论遇到什么的困难 首先我们都要寻求神 因为好多好多东西 我们却不能够明白 其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我们所看的 就是表面上的东西 很多时候我们都 用作我们肉体的眼睛 看那我们所能够看到的 却没有看到 我们所看不到的 因此呢 无论我们面对什么困难 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祂 所以今天早晨 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遇到哪一些的困难呢 或是你很重要的东西不见了 或者呢 你家里面面对一些困难 你甚至感觉你好像 被人抛弃了 但是弟兄姐妹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不晓得 那在这个时刻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来向祂来护求 主啊 我需要祢的帮助 求祢来帮助我 是的 弟兄姐妹 第二呢 就是23章的第六节 祂岂用大人为我争辩吗 必不这样吗 祂必理会我 弟兄姐妹 这是叶伯在 试验的时候呢 一个错误的看法 因为呢 神在最后的 的确是用很大能 以祂来争辩 那么神张选祂的权能 对叶伯的患难 没有做出任何的解析 当然这个是神的 自己的主权 所以叶伯就在这里呢 错误 但是呢 神没有因为这样而折过叶伯 但是神却会给叶伯 充分的时间 做这个正确的回应 弟兄姐妹 有时候也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责怪神 神啊 肯定是你 肯定是神 你正在责备我 正在惩罚我 弟兄姐妹 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 那我们不要一口咬定 这是神在惩罚我们 那么 当然神也会给我们 有充分的时间 去做正确的回应 那么第三呢 这是第十节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失恋我之后 我必如尽尽 这是非常难得 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 那这个经文就是 那这整卷书里面 在前面一切发生的事情 那在前面一切发生的争辩 以及问题 都是回来在哪里 那我们知道 以利法啊 还有其他的这些朋友啊 他们都是围绕在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关联里面 所以叶伯呢 要与神去辩论 他的三位朋友 就是要指控叶伯 但是这里开始 叶伯开始明白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关联以外呢 那还有一个更深的层次 那就是神会是叶能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我所谓所说的 我们要看见那所看不见的 那我们容易把试验 与试探都捆在一起 对不对 那其实试验就是试验 试探就是试探 那试探是在罪与神当中 去做个选择 那么往往我们会去选择 罪一直跌倒 之后呢 受到管教 而试探是来自于魔鬼的 神绝不会试探我们 试验呢 那就是在神 以祝福之间做选择 如果选择神 就是 生过试验 或者是通过试验 如果选择祝福 而不是神 那我们就会被神 继续的炼经 那耶博 在这个 耶博记者本书当中 是一个 最高层次的试验 那终点呢 在意 当神拿走 余缺的祝福的时候 我们要问 我们仍然爱神吗 但神在我们身边 拿掉一小部分的东西 可能我们就开始满意了 那么 所以 当神把这些 祝福拿走的时候 我们仍然会爱祂吗 这个是今天小时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 然后你仍然持守神的道吗 每一个人都会受到 试验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往往 都需要做个选择 都是在神 与其他事物当中 做个选择 神会兴起不同的环境 去看我们的反应如何 会否扭曲我们的原则 或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就是试验 那么 在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往往没有看见 神的带领 这个也就是 我所要再重复的 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 没有看到的 我们只是看到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所以在 我们的心 身体深处 甚至不断地在问 为什么 神啊 为什么 或者又问 别人又该如何呢 但是神告诉我的 别人如何 又与我们何干呢 神要的是我们 忠心 以及良善 我们要来到 神的面前认罪 为了我们 没有 盯进在祂的身上 只把眼光放在 事情和别人身上 所以今天早晨 我们求神赦免我们 我们要把每一件事情 都放在神面前去求问 但我们 很多时候呢 却又有很多时间 用自己的认识 并且呢 自己做出决定 求神赦免 弟兄姐妹 每次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选择 就是责备人 执怪人 然后呢 自己做选择 但是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来到神面前 说神啊 为什么碰到这个问题 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醒醒起来 很多时候 我们的问题 是我们自己去选择的 上帝从来不把问题 然后让我们 捆在问题 爬不起来 所以我们要求主教导们 要懂得去选择神 在诸步以及神之间 要选择神 我们要以神利业 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之下 我们都要选择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透过这个业伯记23章 给我们学习了 好多好多的功课 尤其是 我们常常把试验 跟试探捆在一起 主啊 我们知道 你绝不试探我们 试探是来自于魔鬼 就是要 主要目的是 要我们远离你 主啊 而试验 确实你要我们 做个选择 这是我们是否要选择 我们的身外的祝福 还是要选择你的身 主啊 可能我们 在我们当中 弟兄姐妹 也有面对这种困难 或许我现在 我也在面对这种困难 主啊 帮你帮助我 无论在怎么样 坚然情况 也让我选择去寻求你 我不会选择去责怪你 同时我也要清楚去看到 我肉体眼睛 所没有看到的 打开我手的眼睛 让我看到 这整个事情的背后 其实上帝 你真要提升我们 你正在试验我们 好让我们 对你的信心 更加的坚强 主啊 让我们眼睛被打开 看到这个事情 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 因着一些的困难 而埋怨 而被这些问题 缠走我们 不放 主啊 兼顾我们的信心 也兼顾今天早晨 正在面对 坚然的弟兄姐妹 主啊 让我们看到 让我们属于眼睛看到 主啊 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我们祷告 求你的爱 不断的充满我们 主啊 愿意的你 兼顾我们 在我们最需要 艰难的时候 主啊 与我们同在 陪帮着我们 主啊 我向你先上感恩 奉主耶稣基督生命 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 你们要加油 不要放弃 依靠神 愿上帝祝福你 嘿 弟兄姐妹 大家好 谢谢你们收看我们的灵修资料 如果你喜欢我们教会所制作的灵修资料 那么就请你记得点赞 并按订阅按钮来支持我们 好让你每一天能够按时的收到我们的灵修资料 盼望每一天早上我们能够陪伴大家来喝一杯薯林的咖啡 请记得点赞跟按钮来订阅 谢谢